可曾听完 知音泰坦 先来个小怪 热热身 呀 这小怪都长得如此滑稽 那泰坦 你干嘛 啊 什么意思 这小怪怎么打他 还有这动静 太可怕了 来个知音泰坦 我的天 50万血 他在我头上爆扣兄弟们 这只鸡 他好像不跑 你看 他踩着我 拿那个篮球爆扣我 什么声音 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们 记得点赞视频 可以发个表情包 然后关注一下叶峰这个小作者 不然下次你就刷不到我了 这什么动静这是 没了 你都没有了 你还 会复活 不愧是知音泰坦 还有这绝活 啊 他血怎么越打越多呀 你们没发现吗 五万血 五万血 变五十万 现在变五百万了 复活一次血量 加一倍 嘎了 我的天 我觉得知音泰坦有点强 说实话 好像掉了把剑 我看看 下界合金块 这么多 铁块 绿宝石块 我这掉落物 感觉挺尿性啊 兄弟们 有点多呀 这掉落物 还有篮球方块 这篮球方块干嘛呢 然后呢 哦 可以做知音泰坦 杀怪弹 就是挑战一次以后 还可以无限挑战 哦 有活 有活 他的那把剑呢 知音之剑 攻击力两万五 创始之刃呢 十万 比创始之刃 稍微垃圾点 我身上是因为有什么 突然有了加速效果呀 骷髅泰坦 不是啊 可能是因为打败他 获得的一些增益效果 哇 这个剑 堪比创始之刃了 强 太强了 那么现在 我们来看一下 领主召唤物 啊 这不是 这是个垃圾 守门神 啊 守门神也是个垃圾吗 召唤不出来吗 召唤不出来 算了吗 那么 我们已经挑战完了 这里边最强的 所有泰坦了 朋友们 这些虾兵蟹将 估计都是那么 很垃圾啊 就看都不用看 还有一个就是 不敢挑战的 崩坏之音 泰坦刷白蛋 他说这个会让我崩端啊 反正我们都已经要接坑了 这是最后一集了 崩就崩 谁怕谁 来 这也没崩干 我这啥呀 菜鸡 菜鸡兄弟们 菜鸡 没崩 我电脑还不错呗 就是 看血条 你这比那个知行之龙 凋零斯拉 血都厚 我看一后面跟了几个铃啊 这是 一后面跟了 九个铃 十个亿的血量 打他不掉血 无尽剑把他给秒了 说明一个问题朋友们 这个泰坦不太行 他没有掉落物 作者以为我打不死他 甚至都没给我设置掉落物 我太狗了 你看连掉落物都没有 我都把他打 打躺去了 没有掉落物 就嘎的就是嘎的 我们用另一个武器试一下 这个 真的没有啊 就嘎了就嘎了 那么本个系列就此结束 我们下个系列见 兄弟们记得关注叶峰 我们明天见 拜拜